廣東園 預約, 早餐都會不濟 午後, 早餐都會不濟 喂, 廣東園吃什麼好? 我做很多工作, 你先走了 做事也要吃飯? 我不肚子餓,你先走,不用等我了 我懷疑自己是不是有絕症 有人聽到癌症這兩個字都會面有難識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指出,癌症是全球頭號死因之一 但2020年已經奪走近千萬條的性命 看看剛才Amy懷疑癌癌的故事之後 相信大家有很多疑問 不如我們馬上邀請我們三位醫生治郎團 同大家一起拆解坊間對癌症的謬誤 歡迎三位 其實是否每一隻癌症都會有先兆呢? 不如跟馬醫生說一下 其實不同的癌症就有不同的症狀 舉個例子,如果血癌的話 因為骨髓受到影響 所以病人可能會有貧血 或者血小板不足 令到會有流血的症狀 所以其實不同的癌症是有不同的徵兆 很多病人以為癌症 這麼嚴重的病一定會有很嚴重的症狀 其實這是錯誤的觀念 其實大部份癌早期的症狀未必很嚴重 也有很多癌早期完全沒有症狀 例如肝癌 很多病人在早期那時是完全察覺不到的 當有症狀的時候 很多時候已經是晚期很難醫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 如果有任何症狀 就徵詢自己的家庭醫生 看看那些症狀 究竟需不需要再做進一步的檢查 去排除癌症 剛才提及到 其實有些癌症有先兆 當一些患者出現先兆的時候 他應該要怎樣做 如果他覺得問題是嚴重 或者持續不尋常 最重要的是找家庭醫生去檢查一下 究竟這些問題是否關於癌症 其實大家都很擔心 自己究竟屬不屬於一個癌症高危的人群 其實醫生會怎樣去斷定這群人 是哪些屬於高危 哪些不屬於 癌症一般都是發生在比較年長的病人 當然也有些癌症是現在年輕化了 但年紀一定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越大的年紀風險越高 另外也有些癌症有家族遺傳的因素在 例如乳癌這些是有遺傳性的 所以如果家族 尤其近親父母或兄弟姐妹有癌症 也都會令到那位人士屬於比較高危 另外有些癌其實是有很獨特的成因 例如肝癌大部分在香港 八成或九成都是月肝或少部分是炳肝的病毒感染引起 所以那些高危的群組就是月肝或炳肝的帶菌者 這種情況之下就是一個很明確的因素 變成如果你是屬於高危的群組 你就要很及早去定期做檢查 我想問一下假設他們屬於高危群組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次數是否需要增加 或者需要隔多久做一次檢查 張醫生 如果是譬如乳癌 我想大家都有比較熟悉 BREAKER12的基因的特變 那班病人如果那個家族 其實他們已經要很早進行這個基因篩查 或者如果真的有這個基因的話 其實是要很定期地進行這個檢查 例如可能早到二十歲開始 已經是要對預防進行這個檢查 可能要做持共振 甚至做超音波檢查 腹部那些器官 甚至女性的器官都要做一個定期檢查 大部分其實BREAKER 都不是一個很常見的基因測試 但如果家族真的有這個 譬如乳癌或者卵巢癌 子宮癌這些的話 不妨抽血進行這個測試 可以很快地知道是不是這個基因的攜帶者 其實剛才提及到做檢查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問三位醫生 其實有沒有一些檢查可以提早發現癌症 其實最簡單的測試好像抽血 有些癌指標是比較容易抽到的 比如好像這個癌症抗原 或者這個C19.9 或者這個C45.3這些比較容易 或者甲胎蛋白這些比較容易抽血都會知道 但其實真的很籠統這樣發覺 再嚴重一點 比如你是一個很常常吸煙的 其實有研究證實了 這個經常吸煙的話 做這個低劑量的電腦掃描 是可以提早發覺一個肺癌的 或者是做這個拍視圖片 比如21歲之後至65歲 有性經驗的女士 做這個拍視圖片 其實可以提早發覺一個子宮頸癌 乳癌就是譬如50歲或者40歲以後 如果特別是家族又有歷史的話 其實可以做這個乳腺造影的檢查 定時做乳腺造影檢查 亦是提早發覺的 除了剛才醫生提過的 其實肝癌、腸癌 就是我們比較常見的癌 亦都可以通過一些篩查去及早發驗 鼻肝癌建議定期做超聲波和嚴血 剛才醫生提過 有一個叫甲胎蛋白 是肝癌比較獨特的指標 但一定要加上超聲波 因為都有一部份病人的指標不高 大腸癌就會建議 比如50歲以上 要做糞便的隱血檢查 如果有的話 可能要做大腸鏡 這些都是可以及早去發現腸癌的方法 你只是問到究竟多久要檢查一次 其實不同的癌是不同的 會根據癌本身的進展特性 例如肝癌 因為它是生長得比較快的癌性 所以我們建議那些高危的 剛才說肝癌或丙肝大腸癌 是要每半年做一次的 因為都有病人一年做一次 已經太遲了 當他發覺肝癌可能腫瘤已經太大 或者轉移了 有些癌可能進展比較慢 或者譬如腸癌 它由息肉去到癌 是比較長時間的 所以譬如我們大腸鏡 就不會建議你要每半年做一次 通常可能三年或者五年做一次 看看有沒有吃肉 所以每一種癌都有獨特的特性 去判斷我們用什麼方法 以及究竟檢查的時間應該是多久做一次 也不是所有癌症可以篩查的 例如臨巴癌或者血癌 其實就沒有一個特定的篩查方案 正所謂預防勝於治療 定期做體檢是對自己的全風位健康保障 剛才提及到癌症初期檢查 我們下一集會和大家集中分析 驗身報告的參考指數 以及不同檢測的準確性 大家密切留意 請問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